本節目《淑家獎指引》裡面 請請留意 恐懼無處不在 在你身邊隨時會發生 你不知道的恐怖事情 現今醫學昌明 但是仍然無法阻止瘟疫的發生 好像近年的債卡、伊波拉、非典型肺炎 而且黑死病、麻風、瘋狗症等等 曾經被視為不治之症的瘟疫 亦都可能會再次捲土重來 侵襲香港 歡迎大家收看《無恐不入》 近幾年全球開話 他們說被恐怖氣氛在瘟疫籠罩 2014年有伊波拉 去年我們聽到債卡病毒 對 去到流感期的時候 就有禽流感、豬流感 所以我們聽到HBM也很害怕 不用害怕,哥哥在這裡 不過今天還有一個嘉賓在這裡 就是Money,東雲 今集在我們探討一下瘟疫的說法 你會否很害怕這些流感或瘟疫 很害怕 因為我本身的抵抗力比較弱 不只 很少做運動 對,又是手腳冰冷 摸得起身見頭暈 所以當有這些流感高峰期 我會幫自己增強免疫力 因為我怕很容易中招 那你不打流感針嗎 好像有些醫生說不要打 你本身叫人不要打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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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這樣 但我自己沒有打免疫… 那些叫什麼? 流感針 但我本身已經有抗體了 為什麼? 因為之前豬流感 豬流感的詞 你根本就是一隻 我是中了一招 你很恐怖 我覺得很恐怖 而且說起豬流感的話 你要隔離 以前與世隔絕感 其實情緒也會很影響 但剛才我們說了這麼多 例如人傳人 但有些我聽過是由動物傳去人 那怎麼這麼說 最明顯是瘋狗症 大家一定聽過 香港也有防範過 不過幸好沒有大規模爆發 其實瘋狗症已經絕跡了 差不多半世紀 不過在2013年的時候 它在台灣又再一次爆發 所以令台灣人人之危 連香港人也很擔心 會否重襲瘋狗症 每集無恐不入 都會以問題遊戲形式 跟大家深入探討研究不同主題 答中問題最多的嘉賓或者主持 就可以指定某人接受大挑戰 現在馬上進入第一條問題 無恐不入 真與假 在過去30年 香港先後出現過三次人類 因為染上瘋狗症而死亡的個案 雖然三人都是在外地 被患有瘋狗症的狗隻咬傷染病 但其實瘋狗症仍然有機會在香港出現 而且瘋狗症的病徵一旦出現 患者可以說是必死無疑 那究竟瘋狗症的病徵有哪些呢 A, 傷口潰爛流浪 B, 怕水 究竟誰是真, 誰是假 很害怕 我真的第一次聽到 他說必死 我以為只會重病 我沒想過是沒得醫的 我真的完全沒想過 你沒得醫也算了 病徵也這麼複雜嗎 懷疑自己染了瘋狗症的話 就要去打破傷瘋狗症 是 如果有個傷字的話 會不會是A呢 我也覺得是A 你以為你這麼快選 因為這麼快就這樣 是不行的 你說傷口流浪 你不處理好它 當然會滾難流浪 甚麼傷口 尋法都解一下 都會是這樣的 我小時候真的聽到 是 我以為他說小時候 真是… 我以為你說被狗咬過 是說會怕水 為甚麼?我不明白 我不是說耳鵝傳我 我選B 你找水搏狗的狗都會走 他就咬你 所以我覺得不合理 你覺得傷口流浪是合理嗎 傷口流浪一定會流浪 你不處理它是會流浪的 那你菌一定是傷口染變 我覺得 以我的醫學知識 就是在家傷口起變化 流浪後面 拋輸包 其實我也很害怕 不… 不… 問你 你怎樣選 我覺得我會傾向A 就是雙口繪爛流浪 那我看看 你這麼害怕 可以嗎? 三口紅 我選B 怕水 一票 Money,你是不是年輕的一輩 當然了,很明顯 一定要這樣說 你自己不聽我解釋 對 我相信 這是很年輕的一輩 整張蛋都是 很年輕 對,因為怕水 又不敢喝水 又不敢洗澡 又不敢洗手間 又不敢VV 所以所有毒都在裡面 所以一定是必死 人家是怕水 你弄得人家連廁所也不夠 怕… 不,怕水 那就會到糖尿 有了這個病 又不進入,又不出 即是沒有入息又沒有出息 對,所以全部被焗在裡面 所以就必死無疑 你這個答案太行 對 聽到了 我覺得很理由 我聽完這個答案之後 我做了決定 是 A A 這個選擇不關年代的事 不關年代的事 我們是不是要知道 究竟是對還是錯 不是我們說 找專家解答就知道 好 風狗症患者初期 可能出現一些感冒症狀 在兩至三歲之後 病者可能會有後部不適 在這段期間 當他如果接觸到水 或者看到水 聽到水聲的時候 就會引致到他以上的恐懼 猜到猜不到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聽到的傳言是真的 是 先誤來吧 但你的解釋分明就是錯 差不多都是這個 我只是不專業 你剛才記得那個噴傳多澎湃 不是沒道理,他怕水 是 聽到水聲都怕 所以我小時候也聽到 被咬 有了風狗症的病患者 他們的神智是失常 兩眼看它發光 然後發光 好像僵屍一樣 周圍咬人 是 剛才聽完專家說 風狗症的病徵 就好像一些感冒 感冒 如果大家以為是自己感冒 亂吃藥 就當沒事 那就糟了? 不要緊,等多三天之後 你就會病發 其實如果病發的時候 他們剛才會怕水 有什麼病徵呢? 看看 風狗症患者在發病之後 會進入興奮期 在這個階段的患者 可能會感到煩躁不安 極度驚恐等症狀 最後患者通常會因為呼吸麻痺 而死亡 不過坊間對風狗症發病 後期病徵的說法 就有真有假了 A,血壓減緩 B,精神亢奮 究竟誰是真,誰是假 只有A和B嗎? 對 可以兩樣混合嗎? 不行,但經過剛才的教訓 我覺得應該是… 選過我覺得沒那麼適合的答案 不是撞的 我告訴你,我立刻選 舉手不回 B B是什麼? 精神亢奮 我也覺得是 為什麼? 因為剛才聽過你們的前輩教導 難怪的 真是B 不是,真的 形容了神經失常 有點像黏黏的線 很明顯是她的菌 是影響她的神經系統 根據這個推論 精神亢奮絕對是一個良知 你看看Money多冷靜 她有點迷惘 我還是決定是B 為什麼? 因為你選了B 你選了B 你選了A嗎? 不是,因為剛才看了她 第一的症狀 就是會很失常 而且會有異常的興奮 其實也會跟精神亢奮 有點疲倦 我覺得 我為什麼選A呢? 因為我不想跟你一樣 是嗎?我偏要跟你一樣 我轉…我轉A 是可以轉的 我未有答案前是可以轉的 但我堅持是A 你說吧 我想聽阿龍神的姦勢 因為血壓減緩了之後 就神之不清 會經常都是這樣的 就是血崩倒上 沒錯 所以很多幻象出現 就變得很開心 我突然想起 你又有感覺 對,好像你那些喪屍的說法 你們不要撒謊 你撒了我嗎? 你轉換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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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們是這樣形容 你怎麼可以亂搞人家的燈 我是要A,好嗎? 決定了 好,A、A、B、B 很清楚了 好 穩穩陣陣 那怎麼辦呢? 現在也要揭一揭鐘 很緊張 我們同一條船 風狗症過了兩至三天的興奮期 通常進入這個叫癱瘓期 那一刻病者通常都會顯得安靜 呼吸系統和血液循環系統 都會逐漸衰退 血壓顯得偏低 脈搏會偏慢 之外 它會抱有一個迅速的昏迷狀態 暫時來說 是沒有一套特定的治療方法去對付風狗症 錯有錯著 雖然我們的解釋是完全… 怎麼解釋 沒錯,是對的,完全合理 他簡直誤導我們 最初他不是這麼說 他說很興奮 對,很興奮 所以就說答案往往都是出人二表 兩天後到天 證明我們的發生能力很高 為何會興奮 是有原因的 你現在為何突然興奮 所以你錯了 因為我答對兩條,很厲害 幸好不是答案是精神亢奮 否則以為你有風狗症 現在這個… 我不是瘋狗症 對,這件事 但最害怕的… 其實我們剛才開心地說笑而已 最害怕的是原來是沒有得醫 是 是 但是沒有得醫而已 有得預防嗎 因為你說風狗症 經由貓、狗、捕魚類動物 是 染病之後咬了人的感染 但其實只要我們家裡養了寵物 跟我們的小女兒打預防針 那就穩妥了 那也是的 而且沒有手多多 雖然你說貓、狗 有機會是大群者 但有時你見到野生、流浪的小動物 就不要盡量摸牠們 少點接觸 我想危險會少點 雖然你說寵物 我們可以跟牠打預防疫苗 但有一些不足之下 隨時可以引起大規模爆發的疫症 不能… 下一節回來 我們會跟大家談談 橫跨35年的香港鼠疫 千萬不要走開 只要是三元 黑死病 又稱鼠疫 曾經在十四世紀事虐歐洲 無情奪走當時大約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口 去到十九世紀 鼠疫先後在雲南和廣東爆發 其後香港也發現病例 更被宣佈成為疫苗 香港人在三十多年裡 每個都民鼠色變 畢厭其煩,再說一次 封狗症不一定是關狗事 其他的動物 也有機會受到感染和傳播 是的 但其實瘟疫的名字 都很容易令我們混淆視聽 譬如我們聽到封狗症 就會覺得一定是關狗事 但鼠疫 我就覺得第一時間會關鼠事 你說得對 老鼠這件事 在這件事情上是難自其咎 因為未必完全關閉事 但在牠背後 有一隻幕後黑手跟牠推波作難 才弄得這麼大劑 當然 誰 香港爆發鼠疫初期 有人歸咎於當時的環境衛生欠佳 不過有美國學家就表示 鼠疫不是腔臟的疾病 而是老鼠的疾病 另外現代研究也顯示 降雨過多是鼠疫蔓延的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鼠疫是一種細菌性疾病 這種就病通過一種媒介 傳到獵齒類動物和人類身上 那究竟是甚麼 令到當年的鼠疫一發不可收拾呢 A 失 B 問 究竟誰是真 誰是假 我上次跟蚊蚊會選甚麼 我上次跟蚊蚊會選甚麼 我… 這個我有少許研究 是 我覺得應該是A 是失 為甚麼 因為你想想 老鼠有沒有毛 有 老鼠有毛的 有毛的 蚊是難釘的 你看過蚊咬 但我有手毛 所以你… 我經常被蚊咬 一齊交外 我經常被蚊咬 你應該可以保護皮膚 以前也聽過 有很多細菌的病 全是因為寄生蟲傳染的 要不就是這些蚊 然後牛悲 要不就是蝸牛 大型動物吃了蝸牛 就會取出這些菌 所以我也覺得蚊的機會很高 蚊是傳染病毒 寄生蚊也是這樣來的 對, 但為甚麼你… 你是這樣說 但你會選A 你會選A 是甚麼玩法 棠哥 我是一個很持平的人 你是替Bel解釋的 我多給大家選擇 Bel, 你說 我是選B 因為剛才專家說 鋼魚量很多的時候 傳播的時候就會最多 所以我覺得 鋼魚量容易滋身蚊 蚊就很多 傳染病很多 所以我選Bel 等等, 有些細心 你這樣說分證油 對 你真的有聽到 對 但其實是不是 他有點K 我們靠鼓沒用的, 是吧 看看專家如何給予意見 老鼠身上寄居的跳膝 是這種病的最主要傳播媒介 人被感染的跳膝咬到 或者接觸到受感染 人或動物的組織和體液 都可以受到感染 在1894年 香港其實都有爆發過鼠疫 在四個月之內 造成了2500人的死亡 所以那場瘟疫的殺傷力 都非常之強 真的跳膝 保得住… 保得住 不過我媽公輸 你還輸一條 是嗎? 不, 不過… 剛才聽說鼠疫 原來很恐怖 對, 原來比起2003年 沙士的死亡人數率 還高出百倍 很可怕 有這些疫症 可以傳染到人的疫症 隔離是一個很常用 很普遍的手段 所以沙士也有隔離措施 是 鼠疫的時候會有海之家 是 還有50年代有這個不下空病院 喜寧洲 最出名的 那很多人 如果情願不被隔離 自己死在家裡 感受就會更難死 不是的 但這件事是耳鵝全鵝 你隔離是一種措施 防止再繼續擴散 還有醫療的作用在裡面 現在這樣說 在醫學的角度 我真的想知道更多 那究竟麻蜂 會不會有甚麼特質 病徵 看片 早在公園前2400年 有古埃及人的文獻 提及過疑似是麻蜂的記載 所以麻蜂可能是人類文明史上 最遠古的疾病之一 麻蜂病人身上會生斑塊和腫瘤 而且病菌會感染神經和皮膚 部分病人可能要截止 對於麻蜂的傳染途徑 就有很多傳聞 A 麻蜂可經由母嬰傳播 B 麻蜂可經由接觸患者的傷口傳播 究竟誰是真、誰是假 這個真的很難處理 我正面的選擇馬上按燈 為甚麼 這麼快? 因為是B 為甚麼你會是B 小時候聽說如果你受了傷 麻蜂病人會手指慢慢消失 對…沒有了,拿不到 如果要受了傷才會引起這些菌 我覺得 我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叫巴比輪 真人真事的,說法國人 如何被監禁 千方百計的屠玉 去了一個島上,有麻蜂被人收留 麻蜂被人說 你想我幫你嗎? 好,你先吃我的絕家吧 給他吃 他就說,好,這樣吃嗎? 當時戲院所有觀眾都… 然後知道,覺得不能碰到 口水、口水、口水 但他沒事的 真人真事來說,他後來還是沒事的 所以我就覺得… 不 還是B 你選B 我選A 因為兩件事 一,Belle說他領先我一條 對 我這件事一定要追回 你又是為他選 二來… 二來我覺得… 剛才你說的電影 我覺得如果不是真粉實 他沒理由這樣拍出來 我想分泌物可能真的不太重要 而且覺得… 四、五十世紀 有甚麼要做呢? 生小孩 是 那一定這個是… 可能分分鐘更快 對分享食物、分泌物等 我覺得可能母嬰是… 發得更快 我覺得… 以前你剛才一胎十幾個 沒有認識 不… 一個… 不是,一個媽媽 你把媽媽都收拾好 你讀書籍就像 女馬,一胎 我成幾百隻出來 我意思是一個媽媽 可以有十幾個小朋友 不是一個胎 不是一個胎 不是一胎 本來我也想買你 A的,我想選 本來… 但後來你說完我的一胎 不知道哪一個 我覺得你很順暗 我不行了,因為我接受不了 當然,我甚麼叫Only Winner 一家就知道 傻子 看一看 馬… 馬… 我要現在看,麻煩你 麻風病其實是要經過長時間 接觸患者的傷口及其分泌物 才可以受到感染 所以不能夠說是經母體傳播 或者是一個遺傳病 現今的科學 麻風病是有藥物治療的 病人進食了藥物 72小時之後 傳播能力將會大大減低 太好了,你又選了,恭喜你 為甚麼名片 沒有… 我覺得是正常的 我的後輩應該是讓下三位前輩贏 我們說道理 人類的科學、醫學 多聰明也好 是無法控制和預防溫熱的爆發 我們唯一可以做 就是盡量減低他們 對我們人類的影響 最基本就是增強自身的抵抗力 以及避免接觸接病原 好,乾杯 健康萬歲 別吵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事 就是接受大挑戰 贏得最多的就是我和阿彪姐 太好了 贏了甚麼好處 我們可以指定哪位輸家接受挑戰 不是說你,Biam姐 等等 但因為我也是贏家 你想怎樣 糖就選了我接受挑戰 我可以指定是你的 對,我們同分 為甚麼 又沒事 今天這個挑戰是甚麼 對 麻煩 阿彪,麻煩 魚肉腸 吃光 這是甚麼 真的香 小腸 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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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你看到貌似牛筋 一定是配搭的 其實是牛鞭 有個原因能夠摸鞭 對 這樣才是一抽 一抽就二生 對 那Money是否一抽就這樣吃 不是吧 你讓別人選 雞年 年生季子 當然要吃雞子 對 不過你有選擇 你有選擇 你接受誰 因為牛鞭是讓他吃得對的 因為我補不到 你補到 不如我幫你打包給你老公 不用了 你知道Bel是這方面的專家嗎 對 你很喜歡吃雞子 我真的沒吃過 很害怕 原粒吃 全都流出來 我怕我吐 不會 可以的 怎麼了? 只是食材 對 禮食 好吃嗎?可以的 是否豆腐有甚麼質感 腥的 糟了,是否還沒煮熟 好吃 剛才原汁完美 我告訴你 生丹 好,我覺得非常好 好,我覺得這個環節肥 你想得多做甚麼 不 你別選這些 這個有肉 你選最大的 有肉 是甚麼意思 有肉 形狀相似 有沒有鬆壓味 我不想看到裡面的組織 不,裡面的軟組織 海綿體 滷水味 我真的沒什麼 怎樣 真的沒什麼 是甚麼味 你想知道嗎? 不是,生吞 可以想吐嗎? 有感覺嗎? 不會 你不要讓我形容 沒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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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有臉 沒有臉 電視界有個名句 吃完雞有雞味 魚有魚味 哪有牛味 是,哪有哪味 哪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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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不吃了 不,大挑戰 接受完包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看到了 你不要看我 所以我希望你今年 都可以真的有雞子 說真的 不如你試試兩種食物 都試好了 太好了 謝謝 好,開心 哇 我… 你懂得多深 你真是… 我還沒睡覺 還沒睡覺 我… 我…